随着国内疫情的趋环 交通部从今日起推出全新的安心旅游国旅补助方案 而南投县、新竹县以及苗栗县三县市首度联合打造 中台湾好玩卡景点畅游版 以及中台湾好玩卡南投限定版 邀请国人体验价格最实惠的好玩卡 国人旅游需求全家家通部特举办中台湾好玩卡记者会 宣布中台湾好玩卡官网正式上线 南投限由县府秘书长洪乐志代表县长李明珍 与中台湾好玩卡宣传代言人黄小梅 亲自出席这场记者会 邀请国人体验最丰富、种类最动员 使用最便利、价格最实惠的好玩卡 从台湾的好玩卡包括两个实体卡 一个叫做景点畅游版 一个叫做南投的限定版 景点的畅游版 那包括清竹县、苗栗县和南投县的33个 这个知名的景区还有这个商圈 那南投的限定版包含18个 这个南投的这个知名景点商圈 那南投的部分我们都常常讲说 哪里凉快哪里去 其实南投县有大山大树 那所以其实到南投来 是最消暑的一个地方 也是避暑的一个胜地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 中台湾好玩卡的一个发行 提供丰富的游程 给我们的游客有非常好玩一个折扣跟优代 那其实这两个实体卡 我给它算得起来 大概最少都有达到5成以下 那所以是非常值得 政府也同时在记者会宣复 只要民众来县内使用现金或证刑券消费 每消费500元只要登录发票号码 即可参加抽奖 最大奖为汽车 希望大家来南投消费以及旅游 不管是你用现金 用这个证刑券 每500块钱 我们就会给你登录一次 然后你就也抽到大奖的机会 我们最大的大奖就是汽车 那我们应该有两部的汽车 会提供给大家 那所以来南投 南投玩我们讲说南投好好玩消费奖户 奖就是奖励的奖 欢迎大家一起来 好玩好吃好住好行好购物 又能够获得大奖 欢迎大家 倩服也在基险会上首次发布 从台湾好玩卡宣传代言人广小梅 个人吃取创作 及时机到南投拍摄 20天的我在南投新制酒 南投观光形象影片 并推荐她的释放景点浦里 小梅也特别分享拍MV时 体验的浦里飞行程 在高空中翱翔 骨干脚下绝美的三轮 让心自由的放松 也提到猪筒份 觉得是不能错过的美食 品尝猪筒内独有的芳香气息 南投县的大山大水 觉得是酵素避暑的好吃素 记者下期服务台北记者报道